我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天文台说这几天会下雨又冷什么 老天爷好像在跟我们开玩笑 现在那个太阳好得很 我觉得就在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多拍一次这个视频 怎么样说呢 我对那个孔子的在牵挂的初遥的解释 非常非常感兴趣 孔子在怎么样说呢 孔子在初遥呢 他解释为 谦谦君子悲语之目也 这个就是牵挂的挂符 第三谦 古人呢 就在挂词只用五个字就解释了 君子有中 为什么这样子五个字呢 有中呢 其实呢在 在书经红翻篇就有解释了 我们常常讲五福临门 第五福就是考忠命 用我们的现代的理解就是说 晚年的时候人一定会死的 到晚年的时候能够得忠命 就是说 善忠 安详 离世 安详离世 就是善忠 古人一早就领悟这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只要看看我们四周的情况 很多人到了晚年 身败名列 这就不是三中了 古人觉得这个最重要 结果呢 在六十四卦中 以千卦 第三千 第十五卦 第三千 明确的 指出 亨 君子有中 这个谁 才是最重要 有很多钱财入如何 晚年不得三中 结果呢 古人的智慧 与我们分享呢 就以那个三中为牵挂 还有呢 在那个初遥的时候 开宗明义 我们不单只要牵 还要牵牵君子 用摄大川 集 这个是挂摇摇词 孔子的相约 牵牵君子 卑以之目也 孔子讲 要背 牵 不是谦虚 我希望我这个 怎么说呢 谦虚跟谦卑是两个的概念 因为 牵挂的挂幅是说 第三千 高高在上的 大山 也躲到地下去 这个才是天 用我们的语言讲呢 就是说放下身段 你不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要 低下 背下 这个才是牵挂的原意 名列就是不得山中 就是红帆篇讲的第五符 我对这个呢 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研究以后呢 觉得呢 很多人一提到 谦 就是谦虚谦虚 非也 孔子的意识 非 只谦虚 只谦卑 在求学 学东西的时候 虚 对 正确 因为虚才可以放得进去 要是自满 就放不进去了 不能海 海拉摆穿了 但是做人那方面呢 在行为方面呢 不是虚 要背 不要摆架子 这个才是重要 我觉得呢 很多人都搞错了 谦虚跟谦卑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希望 国内情况我不清楚 我希望所有叫中文的老师 有机会能够看得见我这个诗笔 当他们讲谦的时候 或者讲谦卦的时候呢 要理解 谦 原文 是 亨 君子有忠 在初谣的时候呢 谣词也是 谦不够 还要谦上加谦 就是谦 谦谦君子 孔子也说 谦谦君子 也重复 就是说 刚谦还是不够 还要谦上加谦 更要以背自目也 医生要 一杯子都要自背 用这个 不是自背的病态 那个自背 而是用背下的心态 来作为我们的行为的准则 这个才是 是古人设计牵挂 还有初六遥的原意 也是孔子的解析 我希望有教中文的老师 不管在哪里 特别是国内的 要是有可能的话呢 希望他们也有机会看看我的视频吧 怎么样说呢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已经写了一个 这一句我已经写了 送给自己 背以置目也 时间之 我的落款是说 孔圣 解析 牵挂 无虚字 因为孔子在解析六条遥的时候 没有用到个虚字 就是我们常人讲的 谦虚 没有 孔子不是这个意思 我在 在初遥 即用背 为核心 狗年夏 这个是我写了 送给我自己的 背以置目也 两天前吧 我收到我中学老师的 中学的校长通知说 今年要搞 庆祝母校 95周年纪念 问我提供一点意见 我就想起了 哦 倒不如再写这个 背以置目也 送给母校吧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昨天写了 背以置目也 落款呢 我就说 恭贺母校 西贡 这个不是越南的西贡 是香港的 西贡重真中学 95周年 孝幸 二千十八 物须 狗年 小学 前席 禁书 周法大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 学弟 学妹们 作用最大 那我就写了这张 送给我的母校 做薄礼吧 希望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背以置目也 希望大家 特别是那些 叫中文的老师 一提到那个谦 不要只是谦虚 谦虚 从古人的智慧 意境的智慧 跟孔子的教训 不是谦虚 而是谦卑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吧 这个谦虚跟谦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谢谢大家 欣赏